大阳湾亮灯率观察第四期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大阳湾中心区与西区靠近的这一片 整个夜晚的亮灯率观察 好 下面开始了 首先我们在附近的一个大盘 德峰凯旋城的旁边起飞的 起飞之后我们先看一下 中心北路路两边的各个楼盘的亮灯率 首先就是附近的最大楼盘 德峰凯旋城的亮灯率 这是靠近中心北路这一面的 从空中看 这一片的亮灯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至少在大阳湾中心区来讲 算是入住率相对高的了 然后在德峰凯旋城的路对面 这边还有一个中等偏上规模的楼盘 是龙光的天苑龙亭 也算是附近区域入火有几年的一个楼盘了 这个楼盘我前两年开车路过时 感觉亮灯率还不高 但是这一次航拍的时候让我有点意外 在空中看 现在这里的入住率还算是不错了 感觉这两年搬到这个小区居住的业主 正在迅速的增加过程中 这个楼盘已经算是附近楼盘中相对入住率比较高的了 然后在天苑龙亭的右边 这个楼盘的名字是全新时代 靠近路边的两栋楼 亮灯率一般 但是感觉后边的栋亮灯率还可以 这个楼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楼下的商业规划还是比较大的 应该是大亚湾中心区域除了金沙四季城之外 另外一个底层规划比较相样的一个区域 不过这里招商似乎不太顺利 底下的商业除了有一家麦当劳以外 其他的部分一直没怎么大规模开业 在全新时代的再过来右边 就是大亚湾的最大医院惠亚医院了 晚上看惠亚医院后边应该是住院部的大楼 里边还是亮灯率很高的 正下方大面积的就是它的门诊部分了 然后惠亚医院的再右边 这里有一个中整规模的楼盘 是中烟公园 它还有个名字叫东岸立都 这里的亮灯率在附近的楼盘也算是不错的了 到这里再转回路对面 看一下它对面的这些楼盘 对面的楼盘叫做新立东园 这个楼盘的外立面非常有特点 白天看就很明显了 不过晚上看这个楼盘算是附近楼盘里 几乎是亮灯率最低的一家 我也不太清楚原因 然后我们从新立东园再一路飞回去 在新立东园的右边 这个楼盘在附近的知名度也相对高 是新华联广场 靠近中兴北路的这部分 是新建的部分 因为最近两年在售 新华联广场的入住率很一般 靠近路边这部分 因为是新房子 入住率低很正常 看后边稍远一点的位置 感觉入住率也还凑合 但是算不上高 从新华联广场 继续向右边 我们就又飞回来 得风凯全城的这一整片了 我们继续在空中把这里过一遍 再大概看一下 这个附近最大盘的亮灯率 整体来讲算是附近区域 不错的一个大盘了 亮灯率算是相对高的 整体来讲 这一片我的个人印象就是 最近两三年 亮灯率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放到三年以前 附近几乎所有的楼盘 亮灯率都不高 叫鬼城其实也不算太冤枉 但现在明显好多了 然后在得风凯原城的再右侧 这边还有一个楼盘叫十月花 其实也是得风开发的 得风开发的许多楼盘里 都有数字的名字 比如说五月花十月花 二月天的 这个十月花 前两年我看它亮灯率时 也是寥寥无几 现在虽然算不上高 但至少也不显得太孤独了 感觉也还凑合了 然后中兴北路这一片看完 我们飞过得风凯原城 往延泉村那边的方向飞一下 再看一下靠近虎头山区域的部分 前面正下方这一片低矮的区域 就是民房延泉村的区域了 也算是中心区比较有人气的一个部分 过了延泉村 前面这一片亮灯率是相当不错的 这里也是得风开发的楼盘 名字叫得风天路 空中看 这里感觉明显人气要好不少 左后方黑糊糊的区域就是虎头山公园了 然后在得风天路的右边 这一边还有两个主要的楼盘 分别是中翠向提蓝湾以及二月天 我们正前方这里就是中翠向提蓝湾 感觉这边的入住率也还行 但是不如旁边的得风天路 然后我们一路倒着向回飞 后边的这一片就是二月天花园 也是得风开发的 然后在左边这里边有一片黑黑的工地 这里是海伦堡的一个项目 正下方的这条路是石化大道 在石化大道的这一面 还有几个楼盘 两个小楼盘名字分别是天明公馆 以及凯旋国际公馆 这两个楼盘亮灯率不高 然后旁边还有两个中等规模的楼盘 分别是泰东天地花园 以及心力琥珀园 空中看泰东天地花园亮灯率稍好一点 心力琥珀园就不怎么样了 可能也跟入火时间短有关系 右边的建筑上面有个圆环 这里是戴亚湾的巨人支架 上面是一个摩天轮 在夜晚这里还听醒目的 这里就位于惠深沿海高速 澳头出入口的旁边 这样戴亚湾中心区另外一半的楼盘 关于夜晚的亮灯率情况 我们就基本看完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接近了尾声 如果您都能看到这儿了 就帮忙点个赞吧 欢迎转发评论关注作者 谢谢大家